好 今天3月14号 在日本就是所谓的白色情人节 那么中部知名游乐园为了拼业绩 延续国内旅游热度再推出新的主题 啊 好漂亮哦 韩剧的浪漫热潮延烧到主题游乐园 与业者脑筋动得快打造超现实的星空观 号称亚洲最大 让游客白天也能看星星 我觉得我已经我在万丈星空下了 这也好漂亮哦 游乐园业者运用灯光和镜子反射原理 打造亿万颗星星和极光的视觉效果 让人走进去就充满奇幻感受 用了一万五千多颗的一个灯泡 来塑造了一个亿万颗星星的一个整个的印象 那另外呢在我们外围的部分呢 我们还用了一万多颗的一个星星灯的一个点缀 来整个感觉就是很像来到一个北欧的一个 北海星空的一个感觉 而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白色情人节 这个模拟浩瀚星空的新设施 也成为恋人营造气氛的好去处 刚好是三月的一个情人节 那也是希望能够让很多的情人 体验这样的一个浪漫一个氛围的一个情景 为了延续228廉价的国内旅游热度 游乐园除了持续引进卡通授权 推出新主题来吸引家庭客群 这次也趁着白色情人节大搞星空噱头 同时祭出入园优惠 以及情人节下午茶套餐 要趁着佳节抢攻这一波情人商机 记者云林综合报道